來喔來喔 參考看看 這裡有我們手工做的甜點喔 欸 你看 那個甜點看起來很好吃耶 這裡還有我們的IG喔 歡迎參考看看 老闆 你這個芒果蛋糕是有在賣的嗎 當然啊 這可是我們下期最熱效的產品喔 是喔 我還以為那是他自己要吃的耶 老闆 你這樣不行 還是 您願意讓我們嘗試看看呢 蛤 阿斯要嘗試什麼 像是 我們在學校有學商概和行銷啊 或許可以透過我們學到的行銷技巧 傳說一些經營上的小PayPal給你們喔 阿對 還有在蘇蓋課學到的數據分析以及統計的技巧喔 我們可以透過分析 一定出更有效益的行銷策略 讓您示範功倍 真的假的 那聽起來很不錯耶 那就拜託你們了 沒問題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報告的是 增加行銷 填在社群 應用實驗設計理念建構行銷策略模組 以上是我們的目錄 第一部分 研究方法 我們利用文獻探討法 實地訪談法 以及實驗法進行專題研究 我們進行社群行銷 實驗設計 數據行銷 以及行銷5.0 透過文獻回顧 且拍攝新產品照 來解決品牌辨識度不足的問題 我們也替正式田註冊了 SAVER慢貨幣 重新經營IG版面 以及販售餅乾玉拌粉 以此來解決通路 版面 以及銷售天數過少的問題 接下來是正式田的經營困境 分別是 產品照美觀不足 銷售天數過少 產品無差異性 無實體店面 社群經營方式不佳 銷售通路不完善 且品牌辨識度不足 第三部分 研究設計 前置作業的部分 我們將帳號改為商業帳號 並且重新設計版面來維持一致性 也在簡介中清楚呈現店家資訊 我們也替正式田重新拍攝了產品照 利用光線 道具及布景 畫面構圖 以及色調一致來增加顧客的視覺體驗 以上是我們的數據收集內容 我們選用了道具 價格 產品特色說明 作為實驗的操縱變因 並且擬定出8種翻文策略 我們的收集時間為 2022年的8月4號到9月4號 每隔4天的晚上7點發一篇文 數據收集的時間為 晚上7點至隔天晚上7點 扣除每日晚上12點至清晨5點間未收集的數據 最後 藉由本組收集後台數據並加以分析 第四部分 成果分析 從實驗數據我們可以得知 每篇天文在發布後6小時內 觸及元素的變動量較大 而其中以第一篇以及第三篇所獲得的觸及元素較高 在各別元素使用的部分 可以看出道具的添加以及價格的標註影響較為顯著 而產品特色有無標明則無明顯的影響 從上述三張圖表我們得出一個小節 我們在發布貼文的時候應該要 添加道具 標註價格 在元素組合的部分可以看出 元素組合的使用有明顯的差異 其中以貼文3 油道具 標註價格以及無特色獲得最高的觸及元素 我們也建立YouTube頻道進行行銷推廣 新增Line官方帳號以及Saver賣貨便來完善銷售通路 並加強經營IG社群帳號 最後將項數字種通路 藉由註冊傳送門網站進行整合 讓顧客能夠更加簡潔迅速的越來 在優化品牌形象的部分 我們分成重新設計產品包裝 以及重新設計品牌logo兩個部分 最後 為了解決銷售天書過小的問題 我們也推出熱銷餅乾的玉斑粉來增加收入 並拍攝教學影片放在YouTube頻道供顧客參考 第五部分 研究結論 最後是我們的研究結論 我們透過品牌行銷策略 利用重新設計logo提高了品牌辨識度 重新設計產品包裝增加顧客忠誠度 重新拍攝產品照增加顧客視覺體驗 並且完善銷售通路 而為了使曝光度增加 我們也與網紅合作舉辦抽獎活動 最後我們利用實驗設計 擬定最佳的翻文模板 誒 我們銷售與去年相比成長了多少呢? 五成 最後我們擬定出了行銷策略模組為 產品照添加價格及道具 並且無需增加產品特色說明為最佳模板 而最佳的翻文時間為每週晚間7點 並且掌握翻文後的黃金六個小時與顧客互動 進而吸引顧客享受到 第一堂無負擔的甜點 我們的介紹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